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心里长征是一个有点幽默 但是会对他打击的对象很执着 长征是他比较更有责任感 然后自己有一个小组 然后他们要发派任务 然后有那么多狼在身边 每天要防这个 躲那个的 在剧里面还有些台词 比如说不会真的这么傻吧 不会吧 就这种词很像你自己说出来的话 会 我今天我拍的戏因为都是现代剧嘛 所以那个台词上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我的戏可能有好大一部分都是自己溜出来的 就是两个人六词 六词 六词 想到什么说什么 那也是最想的 那你跟我第一张 第二张的 第三张的 没了 没了 那个阅法三张吗 还有那个丁丁夜神 我自己想出来 你说少女孩的小丁丁 你笑个丁丁 他们说那个为什么怕鸟 那个是剧本 然后后来我怼他们查 他们都是自己瞎怼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不化妆挺适合的 就是稍微糙一点 你想分析案情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揉脸 搓眼睛 铝头发都没事 如果你都弄了之后不敢碰了 一碰乱了 他们其实现在都还一直在拍那个事实 都是坏的 我能怀疑严正伟都不是好的 连成成都是坏的 我看成成也是个好人 他在打击犯罪 我告诉你们 因为这次的这个检测 他会 就在政派里面带一点小环 所以也带不完全好 我有小学生可能会挑战多类型的角色 肯定想 也想换着样 演一演 就是人物更饱满一点嘛 其实老眼警察 警察有好处 因为他带给大家一个很正义的形象 但是他有缺点 因为他很多事都不能做 对吧 因为这公职人员嘛 很多事都是不能做的 就是他演起来就没那么爽 大家看有没有合适剧本 我光自己想能用 这个合适剧本 导演还想用我 那才行 长中的职场人是有在你这里 但是是什么 算是个炸药 说爆就爆了 而且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领导队长什么爱谁谁 你只要是影响我办案子 我就给你急 那如果我在职场中碰到这种人 你会怎么办 让他走 离开 那如果就是你刚到职场 你跟大家介绍 我是一天什么什么样的小哥哥呀 这个中间那个根子 你可以介绍吗 我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小哥哥 手机贩子 一柜子的手机 赵小生的那地我没去过 而且我俩没什么对手戏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多 办公室的那么豪华 我每天在那小破办公室里待着 一看他们的那么大 还有台球 真的 他们拍摄的环境比我舒服好多 我每天就上山下海的 哎呀 有时候人家就是大家朋友在去聊天 人家说拍戏那个有时也挺累的呀 什么的 我说黄世翰 我说我就没没在城里待过 我说要么村里 要么什么山沟子里 打砸漠里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马 我非常想进城 我特别想在城市里拍拍戏 因为你想进城吗 然后你也说你想拍笑演戏吗 笑演戏 我来不及了 我觉得有一点 虽然我才29 身份证 但是大伙都不相信 我有时候出去吃饭 我跟人说我92年的人吓一跳 不不不 他是很不尊重的那种 我觉得能演 我跟你说 我把那个头发上下来 还看着还挺小的 都行 没什么挑的资本的真的 那如果是学霸和学霸 不想演学霸 学霸好累 都行 学霸每天你说上课 老师回答问题 那词都不好背 那如果是演奏吧 他爸要打 其实我根本就不害怕 你看了那个法罪里的打戏吗 这个很厉害 很厉害 是那个柔术吗 对 因为我就练柔术的 所以打地面我很会打 比如说那个武术指导 他不了解这一部分的话 那他就没法设计这道 所以这道我也可以自己来 而且我自己打的又顺 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又好看 那是我的技术啊 那是技术啊 那是技术啊 你们眼里不也输了吗 刚才 那是我的技术 我很委屈 我到现在我的很委屈 其实确实 后来我看了回放 我以为我是肩膀着地给他放 后来我看了 确实是被着地了 确实也不怪人家 我欢迎任何人给我挑战 给我单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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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针灸 我针灸 我那会儿身上有伤 针灸 特别给你那个床铺一个白色的床单 然后再上去针嘛 针了十分钟 我针完 我一起来 那床单上都一个人形 就是吓得出汗 就是两个腿屁 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湿了 我问就是作为一项手把这个选美的 这是个肩膀也是常来的 嗯 要指压板和发自拍 啊 我又想指那段视频 哦 看你从上到下 这那大小的世界一样没大爆炸 以后还不想这样啊 哎 就好好演戏吧 可别别扯了 动不起来 你不是跟小假拍的那种舞蹈视频吗 那舞蹈男学吗 他那哪有什么就六嘛 六六 他那被卡上拍啊 我卡上 我在现场是卡上拍的 他们后期没卡上